小子 闪人 这儿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给我闪人 我这是公事 不认识我是吧 那你认识他吗 那能说说 你进宫是为何公事吗 这也是你能问的 耽误了公事拿你试问 起开 这么狂妄 这皇宫也忒大了 皇上到底住哪院啊 你们谁啊 你们大胆 小爷我有牌子 老实点 大胆 你们这帮臭太监 走 捕出天高地厚的东西 放开我 公公 放开 咱我办公事 小爷会让你们吃不了 兜着走 什么事啊 要跑到咱这后宫来办 说说吧 哪儿来的 都见着牌子了 还不放人 等小爷我待会儿见到皇上 皇上 你怕是见不着了 阎翁爷 到时等着你呢 不是 怎么着 这牌子不管用了 刚才小爷我 在东宫门一亮 他就进来了呀 两回事 这儿是内宫 除了皇上 没有一个带伴的 能进得来的 东宫门 你是进来了 可是 守门的警卫们 早就把你进来的消息 传了个遍 你要是 真去外朝房办事的 也就罢了 知道不 好多人在高处 看着你呢 那就麻烦你们通报一声 我是来找皇上的 就说我刘翼要见他 好大的口气啊 皇上 也是你随便找的 尊姓大明啊 我去给你通报一声 那你们就洗好耳朵听着 小爷我原来姓乔明啊 是宋代该帮帮助乔峰的后代 现如今被皇上 赐给刘伯温大人做跟班 连小爷我这个名字 都是皇上亲赐的 孩子们 这小子满嘴胡扯 得先教训教训他 先给我尖尖地打二十板子 要找到肉厚的地方招呼 可是要听见响儿呢 打 你们狠狠地打 你们这把死太阳 打 狠狠地打 住手 娘娘 见过娘娘 怎么回事啊 回避娘娘 娘娘 马娘娘 我是刘伯温大人的跟班刘毅 咱见过的 您忘了 见过 在景深殿 珍珠翡翠白玉汤 我做的 我想起来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娘娘 我偷了我家先生的牌子 来找皇上有个事说 这事还非得我出面不可 好吧 跟我来 刘芳啊 刘芳 来了大人 大人 看见我那块龙牌没有啊 龙牌 什么龙牌啊 龙牌 就是进宫用的那块 哦 那牌子 谁敢动啊 哪儿去了 刘毅回来过没有 啊 打法厂回来 就没见着他 坏了 哦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会转达给皇上 啊 不 我要亲自和皇上说 你小子 忒胆大了吧 小子就是要找皇上 拼拼礼 我可是救过皇上的命的 我说的话 他总得听听 对不 再说了 没钱吃饭的时候 拿我当朋友 换上龙袍了 就翻脸不认人了 行了 那刚才要不是本宫判见你 你小命早就没了 小子歇过娘娘 你小子 还算讲义气 我喜欢 我也不能就这么白瘦你这个头啊 送你点什么好呢 把脚伸出来 我看看多大 哦 好 跟我的脚差不多 我呀 就送你一双 我亲手做的鞋 你不用试啊 我这眼光差不多 这鞋啊 穿上整根脚 谢谢娘娘 可这也不是官宣呀 这鞋 结实着呢 在我们老家 叫踢死牛 穿上啊 好走路 小子就先告辞了 出来久了 我怕先生挂你 我走了 等等 还差点忘了 到底还是想 赏我点像样的东西 这是刘伯温 送来的他家乡的青田石雕 小兄弟 你把这个 替我给他带回去 我家先生都送你了 你怎么能让我送回去呢 哎呀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 把这个东西 也一起 都给他 真扣门 记住了啊 就这 没好意思拿出手 听见没 听明白了 娘娘 您要是实在 没什么别的 赏的了 那小的就真走了 走吧 娘娘 那个 您这皇宫 也不是说来就能来的 咱们以后 可能就见不着了 娘娘您人好 小子就再给您 磕个头吧 哎呦 免了免了 别再把东西 给我摔了 来人 娘娘 把这小子 给我送出宫去 是 娘娘 那我就先走了 走吧 走了 到底是个孩子 娘娘还给了你什么 还有这双鞋 说是穿上它 好走路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这桃 就是桃啊 再加上这几颗枣 就是早点桃 还有这双鞋 就是让我穿上它 和先生一块走 哎 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哦 先生你早想到了 是不是 看来娘娘和先生 想到一块去了 娘娘那个人 看着就面善 心眼好 我跟娘娘说了 已擅长 法场调包的事 娘娘说 会转到皇上 但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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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斟酌再三 君知天恩游有报事 夫妻伦长 绝别有日 故惶恐请赐一切冠军 抚为陛下恩准 不胜感激涕裂 臣刘伯温再拜顿寿 你指刘伯温请辞 不准 特许返乡省亲 实现七个月 且随时听诏回京 你指刘伯温